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心 决定不知鬼 那为什么不敢用真心 别人骗我 我还用真心对他 他骗我是他的事情 我用真心是我的事情 为什么 用真心跟佛很接近 那佛菩萨全是用真心 我们用妄想跟佛菩萨有各个 所以用真心便宜占大了 利业无边 用妄想是搞六道轮回 想出六道轮回还用妄想 那怎么行呢 那这种事情要搞清楚 这个账要算清楚 我不想再搞轮回了 所以 不但世间一切法放下了 出世间也放下了 佛在《金刚般若》里告诉我们 法上应是 后宽非法 非法是世间法 法是佛法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我只去一门 那这一门是哪一门呢 南无阿弥陀佛 我跟着海鲜老河山村 他就这一门 就一句佛号 传接佛上 传给他的 那搞兜了 搞砸了 没这个必要啊 我算是不信当中的大信 为什么 出修佛的时候 走哲学的路子 那 接应我的 方斗梅教授 他给我讲了一部 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 佛经哲学 我从这入门 我从哲学入门 那认识了佛教 而后跟张家大师三天 我们远风很深 大师劝我出家 觉得我比较合适 从事这个行业 要我学 摄迦摩尼佛 我发现了 摄迦摩尼佛 沉道之后 就是大车大悟之后 就开始讲经哲学 讲了一辈子 七十九岁 缘吉 是经上记车的书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那夜深 没有休息过 没有假日 天天天其二不许 于是我就知道了 佛的四页是什么 将学 那在中国 儒家的大神 孔子 一身将学 那印度的世家 也是一身将学 孔子周游列苦 希望有祝侯王能重用他 那他一身 最凉悟的周公 那想把他的报复 施展 没有缘分 那世家在这方面 境界提升了一层 他是王子 他要不出家 他是国王 那他可以能 在事法里面 能做到一个最好的国王 真正是神王 他失去了 教我们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了不起 他要做个大国王 受理议的是一个人 充其量 印度 没有出家做佛 真正帮助众生 苦是究竟苦 这个落是究竟落 那究竟苦 是六道轮回 究竟落 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倒高千苏啊 那佛 我明白 真正大车大悟 哭从哪里来的 从迷惑颠倒来的 乐从哪里来的 乐从明了来的 你对于宇宙真相 宇宙之间一切发的真相 通达明了 你就没有哭了 你得大自在啊 你要是不明了 你看错了 想错了 做错了 这麻烦就大了 做错了苦啊 做对了也苦啊 做对了三善道 做错了三恶道 统统出不了六道轮回 所以叫究竟苦 那佛用什么手段 教训 理论 破迷开悟 破迷 利苦 开悟 的路 夜深从事与教训 身心研究 他不但教我 他正看 跟他 跟他的人 没有不相信 跟他的人 他会告诉你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提升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像学校读书一样 一年级一年级 慢慢向上提升 佛陀 是佛教育里面的三个学位的名称 最高的学位 最高的学位是佛陀 所以佛陀并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正对 一个人的尊称 不是你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将来过过都会成佛 跟他一样 是最高的学位 像现在大学里的佛斯 佛斯学位 人人都可以拿到 只要你好好去念书 菩萨是说死 阿罗汉是学死 三个学位的名称 受到什么样的成就 才拿到这个学位 我们无量受尽 尽体上有 尽体幕后 你看有清净 平等 那就是拿学位的标准 你修到清净心先前了 就正阿罗汉公 修到平等心先前了 就是菩萨 后的那个救 救就是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你就成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